都知道老外的货舱里有宝贝 尘封多年的大门开启 杂乱无物遍布的景象扑面而来 这是一台1962年福特雷鸟 附近还躺着一具小动物的尸体为它陪着 看来这台车生前也是了不得的设计 实际上福特雷鸟的确很有身份 1954年2月20日登台亮相后 以跨时代的新颖大胆设计 快速成为风靡一时的宠 而且与福特旗下野马跑车不同的是 它蕴含了更多优雅与豪华的内敛气息 而这台雷鸟还曾在1997年间被改装过 但已经空置存放多年 过往的不羁和狂放也已不在 只等有缘人来为它重现辉煌 车身松垮 轮胎干扁 只靠蛮力拖动都怕把它直接搞散架 为了稳妥起见只好在仓库里展开工作 大门全部开启很令人意外的是 车漆仍然留有光泽 甚至轮毂都没有太多秀景 只是角落间的蜘蛛网显示着它被尘封的岁月 看来优渥的保存环境对延续它的生命非常有用 但完好的形象只在表面是没有用的 找来探测工具细致检测气缸壁面才更重要 随着探头逐渐深入 甚至完全没有找到锈时轻染的痕迹 如果车主不定期对外观清洁保养 还能解释外在的良好状态 但引擎核心内里的健康属实难以得到准确的回答 保存环境自然是一方面的原因 起初设计时的制造与防锈处理工作或许才是真正的内容 其实活鸟打造使用了很多铝制材料 在发生氧化反应时可以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与活模 进而阻隔内里材质进一步被反应 才能达到保存如此完好的程度 但保存车况在好 零件衔接 电池组的老化问题还是无法避免 拆除前段风扇预留空间 搭电尝试为引擎重新供应电力 进入车内启动中控各项指示灯顺利亮起 而引擎短促的运转声响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毕竟车辆长久空置 管路内部的冷却液 润滑液即使有留存 也已经无法正常流转 和保养家用车的思路完全一致 先行把储油箱底风塞口 将沉积粘稠就业全部倾斜 罐装补充新的润滑油 并连同储油罐一起换新 随后在机舱内继续完成剩余的补业 冷却液和润滑油的问题还比较好处理 但燃油的情况可就没那么好弄 超过30年的时间的留存 甚至都产生了一些结块 化油器部分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想要引擎顺利启用还是少不了多费一番功夫 重新调整分配器 连接处的细小零件稍作活动测试 搭电接应测试功能运转状态上可 检验油压也达到了能够如常使用的程度 拆卸火花塞检查状况 上面留存有曾经使用过的痕迹 但老化或损耗程度 极轻几乎达到了趋近全新的地步 当初在保养车辆更换配件后 基本没有再使用过几次便被控制 零件状态非常好 继续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梳理仍在持续 再次发动车辆 除了驱柄转动声响品开始大流式之外 其他并没有什么改变 车辆还是无法顺利启用 核心问题仍出在化油器之上 在拆卸取下化油器后很快找到了问题关键 加速泵底端出现泄漏 并在一处活动舰间存有卡顿制色 拔除外层固定卡针逐步向结构内部拆解检查 零件本身大都是近乎全新的状态 泄漏和卡色的问题或许只是燃油老化变质 将化油器稍微拆解几处做好清洁工作便重新安装 再次布置到机舱内部 对外侧活动零件又做了几次清洁骨 最终尝试启动引擎立马得到了成效 目前的修复工作完全以清洁为侧重 车框的状态有多棒可见一般 但基础的启动工作完成并不代表机械结构已经稳固 之前拆解化油器还留存有漏液现象 再次取出深度全面拆分 将大量零散配件全部清零 其中已经有些老化的密封胶圈也被替换 重新装回机舱后想必问题与补障都将消失 而目前机舱结构并不完整 要知道为连接跳线包腾出空间前方扇叶可是被拆除 而原装电池组也需要更换 需要处理的地方仍有不少 搭载清洁后的化油器再次尝试启动 接下来可以继续排查其余问题的隐患与故障 回装风扇扇叶 恢复车辆初始时的结构状态 冷却系统又得到了冷却液的补充 但恒温器的失效还是对系统运转造成了阻碍 灌液水箱暂时放置一旁 老式设备又经过了这么多年放置 功能无法使用还是比较能接受 而后续测验中风扇随引擎发动而运转 机舱底部保持干燥表明了冷却管路至少前段不会出现漏液 虽然整体车况还算不错 但眼下需要着手的部分依旧很多 旧时代传感器选择适配替换件与等待运送也需要不少时间 而等待的时候车身其他问题也开始了着手处理 和外表形象截然不同 底部秀式痕迹大量出现 似乎底盘部分才是它的真实面貌 轮胎取下股式制动的驱动零配件甚至有些已经无法使用 在将体铁和内部结构全面换新后 才恢复了制动力的正常输出 回装轮胎 并使用盖板式轮煤外部嵌合 简单粗糙的复原工作就此告一段落 股式制动器在性能车上其实并不适用 高强度频繁使用时音体铁过热降温缓慢缘故 存有刹车失灵的风险 而盘式制动或通风盘式设计 则是后续技术进步才出现的差异 甚至国内市场头几年间 市面还有一些使用股式制动设计的在售车型 曾经的性能车和如今技术设计截然不同 过往不论在如何光辉 能够和现如今的普通家用车抗衡性能已经很厉害了 而多年沉积的僵尸车身份 制动器恢复内容并不多 但不止制动体铁和内力结构需要更换 做制动踏板操纵的刹车线也是需要换新的 从机舱内骑手 小号储油舱换新 填补定量润滑剂 反复下踩刹车踏板试图让油液更好在刹车线间流淌 但重复的操作并未奏效 或许过程间存在断线问题 稍做检查找到问题关键点 将断裂刹车线更换修复 功能已经基本恢复 目前车辆的最基础功能构建完毕 动力输出和制动力保障没有什么问题 再次启动引擎 稍做等待检验各种润滑油或冷却液的存储量 确保各项数值都能处在足够的范围内 进入座舱尝试驾驶 缓慢使出仓库的动力完全由引擎自行输出 测验刹车尤为灵敏 甚至还直接外出稍远地点的加油站 补充了一次燃料 正是上路的效果显然已经不够 但这面对的可是曾经拥有无限辉煌的福特雷年 这样结果显然不能让人满足 而且这次短暂的试驾也暴露了不少新问题 表面尘污还需细致清楚 零配件的密封工作也要重新检验 还有一些漏水的管路等待修复 选购适配的排气管路也是不错的选择 看来似乎已经重获新生的火鸟 距离展路真实面目还有一段路程要经历呢 实际上之前冷却系统的修复并未彻底 测试期间也明显刻意控制了外出时长 所以在细化深入时冷却系统的修复被放在了第一位 散热器已经被取下 流线圈紧扎的管路已经完全生锈 甚至有不少结块锈剂侵蚀了管路 影响范围并不大直接将问题区间更换即可 取出的原装散热器也在水流中不断冲刷 倾泻的流水非常清澈内部再无残渣杂物 完成散热器与冷却系统间的硬性连接 灌入冷却液便开始了新的尝试 奇怪的声响传出情况并不乐观 似乎是底部公压的水泵出现了问题 按照填装流程继续拆卸 取出水泵单一分解 老化的旧件已经没有什么维修再利用的价值 直接使用新件替换 不过作为时代旧款车型设计 仍能找到这么多适配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一些品牌在配件上分门别类设立了很多独特关键 个人换装改件操作难度极大 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支持 定然少不了在这上面多交学费 接下来的进一步细化操作就比较骚爆了 转身朝向排气管路下手 试图让声昂表现更加狂野一些 变更了操作方向和动机 全新的销声器与末尾加粗管口焊接替换 光是迈向来看比起原装的形象要明显好不少 而且车辆启动后尾气的轰隆声也有清晰的放大感 愈发完备的机舱环境看起来更好了 但内里其实还暗藏着一些小问题 一早已经处理过的制动器完全能够正常使用 而制动助力器却有些老化损坏 虽然不会对制动力输出工作直接造成破坏 但就这样长久搁置还是早晚会出问题 既然打算彻底深入修复这次便一并妥善解决 助力器完整取下拆解 大环小环层层相扣 还有大量密封胶圈填充 虽老旧配件看起来也有一些磨损 但实际并未找到破坏点主体以脏污为主 大致清洗一番便可尝试继续沿用 一旁还有说明图解描述 若存有故障点也能在获取清晰视野后及早发现 原本应该趋近尾声的工作没想到又有了新发现 重新检测制动器时查看到内里连杆底部出现松动 甚至没有找到对应的适配凹槽 这将导致行驶时有可能出现轮胎后一拖拽卡死的情况 甚至直接出现轮胎脱落也并不奇怪 拆卸掉连杆支闭过后将旧件和正常使用件进行比对 上端固定锚点的变化相当明显 原装件已经承受过大量磨损消耗纹路基本消失 主轴也被磨损的系了许多使用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不过只是换件问题处理起来谈不上有什么难度 在修复支撑结构的同时拆卸掉的轮胎也没有显着 将外部轮毂护照取下光纤亮丽的形象已经不在 内里支撑金属材料还是被锈迹吞噬 钢丝刷上手硬搓打磨 消除外部锈时痕迹的氢染 改换纯黑喷漆均匀覆盖 精彩如今的时尚主调载和雷鸟的经典元素相互融合 光是这个卖相估计都能卖个好加强 重整后的轮胎为了外观更加突出 还在轮毂与外胎间加入了修饰圈层 黑白壮色的搭配选择看起来也的确骚起了不少 多方面发展骑头并进将车况已经预发完美的雷鸟一致试玩 一次彻底的洗刷等待着它 水流泡沫不断交替甚至机舱内部也没有放物 只看它的外表拿去参加一些车展也完全没有问题 但这台雷鸟真正能量肌肉的也只有外观 拉近距离观察它还是一辆破败不堪的僵尸车 先前的大量美化处理工作也都是针对外观进行的 内饰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处理过的痕迹 岁月侵蚀沉污堆积 但皮料还保持了近乎完好的状态 甚至地毯也没有出现太严重的腐朽 拆解内装过程间 的确在一些面板或座椅底部发现了少量昆虫筑巢的痕迹 但存在数量过于稀少 感觉和短暂空置一两年的车辆情况都差不多了 最后的内装整体到细节深入进行一番清洗后 在增加抛光和打拉的环节 最终效果基本和精品二手车没有什么区别了 时代经典款型设计 但就车辆本身而言 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闪光点 但这次的修复存疑颇多 或许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修车技术有多么高深 夸大描述了车辆空置年限 在修复过程间多少有些怪异的地方被留下 不过就车辆本身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修复到了这种程度 如果能出售到一些自身爱好者的手中 也能换到非常丰厚的报酬 不管从哪方面考虑 这台雷鸟都蕴含着不俗的价值